我是一個軟體開發者 正職工作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我長年已經在各種open source project 或者是自由軟體已經搭過很多年了 然後呢今天我想要帶來給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想要做一個台灣黑熊募集 或者是活動痕跡的通報系統 因為重跑一次所以那個會跑出來 我以為大家對我很有意義的這樣 偷時間 轉到30秒超爽的 OK 這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我們想做一個通報系統 然後我們就知道這個提案呢叫做 歐熊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歐熊或是歐熊的寫音 這樣 我其實台語不太好 那個 因為我是客家人 所以如果我 我非常歡迎大家跟我指教一下 就是我剛剛的發音到底有沒有正確這樣 然後這件事情其中一個起因呢 就是我在2016年的時候 我去台灣撞山脈登山 然後就曾經自己親眼募集一次 野生在台灣的黑熊 但是我下山之後一個月 我都發現這隻熊上新聞了 但是最後它死掉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連我都看到 那表示一定有更多人看到 如果這隻熊可以更早一點被發現 研究跟保育人員可以早一點上山 它也許就不會離我們而去這樣 所以 然後除了這個 不想做這件事情 除了非常直觀的就是生態保育 像剛剛這種事情以外 比較情感上的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作為一個公民 我就逐漸發現 其實台灣黑熊其實 我們台灣人常用台灣黑熊 或是對內 如果大家去Google台灣黑熊大使 就可能就會出現類似這種新聞 就是台灣黑熊這種象徵 其實曾經經過聯合國的 那如果對內呢 就是例如說像是 交通部觀光局的這個吉祥物呢 然後我在蒐集素材的時候 我想說去看這個 結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失禮一次 今天如果有交通部的朋友 可以幫我解釋一下這樣 然後呢 這我還在 我再稍微再更仔細搜 Google了一下 就是台灣黑熊當例子 有這麼這麼這麼多 然後有政府單位也有民間的 就包括 例如 喔 等一下 我不是偷時間嗎 例如說多到這個高熊熊跟高高熊的 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是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距離魚的哲偉跟他的社群夥伴 快樂小夥伴們收集的更多 然後包括我連進來的時候 都看到這邊有這邊 其實我們生活中到處都是黑熊 然後我們平台主要是想要 做目擊事件跟活動很急的收集 然後我們需要front end back end 等等等等 然後我們需要關心黑熊的人 然後基本上 CodeBass是從那個 大家來找場的 CodeBass JFOG 所以如果你已經對這個 CodeBass很熟悉的話 你就是我們需要的人 然後這個有一個 Dispactory Dispactory 對 不好意思 對 我又假新聞了 Dispactory 對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 今天可以大家一起來網上看 謝謝大家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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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你看到處都台灣那一雄 好 感谢他 那接下来就